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一折天氣 我是蔡子純 一股東北季後風今天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香港今早的天氣還是挺涼 回到7時時 見到市區的氣溫雖然有16、7度 但見到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溫 在15度甚至是更低 至於今早早由中環望出維廣兩岸 見到天上的雲都不是太厚 在大範圍的衛生影像就可以見到 原來在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之下 廣東地區上空的雲都是比較少 同一時間可以見到 在南海中部的熱帝氣旋巴蓬 延伸出來的雲帶其實都是覆蓋到南海的北部 我們預計接下來巴蓬 雖然很快就會減弱和消散 但跟它殘餘相關的一些雲雨底 有機會在接下來的幾天 就影響到華南沿岸 所以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將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朝早清涼 日間的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1度 留意到今晚就會漸轉多雲 和游一兩陣雨 風方面就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 冬至東北風 展望在明天的時候會是有雨 稍後雨勢有時較大 而接著兩三天就會是天息逐漸好轉 雨勢減弱 一隻聽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